你六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老期 你如果在香港來加拿大探親 第一很多人真的貪鄉與故事 那時香港人不是那麼多人可以去旅行 尤其去到加拿大那麼遠 來到一定很熱情款待你 不要說那時人們當時住在房子 我就不敢得罪人 不要說是懸疑心態 即是說我家多大 在香港真的很少招呼人回家住 來到這裏 不要說你有間屋 有房間 有東西招呼你 我以前初初來的時候 我租人的座位而已 我一廳也有十幾個人在這裏 OK 即是我師兄弟來的時候 初來報導 未找到工作 我 我要招呼 我在我家住 我在我家不住在房子 都在那天 就這樣睡著 睡睡會睡 就睡十個八個也試過 最多 但現在時而世易 香港人負起來 多了人来旅行 不要说资讯那样东西 第二,你倒过来 这里的人住的地方就下跌了 就不会说有个大屋 有地方给你住 如果有一个平坡现在都租给人 很浪费 现在在温哥哥租的平坡可能是两三千元 以前一千元几百元 我出租的平坡那时是一百八十元 现在那个平坡是三房 我想起码没有三千元都租给你的 事实上 很多人也有很多人不想打扰人 现在又有Airbnb 又可以住酒店 他也不想骚扰人 也不想 比如说你招呼人回家 就是出入有问题的 招呼你那个人也要招呼你 你又不好意思 差不多天天跟着他 你明白吗 他要由朝到晚招呼你 以前的人就有空了 还有也有地方 也有一样东西 我当时光岛落在七十年代 本家一定不必说来探望我 我多开心 就算在那地方 我都会叫你回家住 对不对 除了上班之外 每天都车你出出 又一分钟拿一架招呼你 是的 现在时代不同了 你不要预测这件事 第一他没有这样的地方招呼你 第二 以前我们招呼人很简单 但是现在香港来很厉害的 有饭吃乖住 很难招呼你 怎么招呼你 你回家 如果又没有工人 怎么办呢 所以现在就同意是有些不同 很少人招呼你回家住 有 比如 有些老朋友就真的在香港来 两夫妻子住在大屋 有些老朋友在香港来 他有地方给他住 这样也不出奇 但是这个情形已经少了一点 多数香港人来到都不想 骚扰人 大多数都是租到NBMP 或者租到酒店 除非真的没有钱 没得说 你来预备去的朋友家里住 有朋友招呼你 那当然好 但是跟当年的疫情不同 别人监你住 你不住就得罪他 他问你是不是看小学 搶着 那时候 我想你立即说来到 如果是当年 你在我这里住两天 接着你要搬去哪个人住 就是他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即是 现在环境变了 尤其是香港人 尤其是香港人 因为过去真的很富裕 大家都当香港人很有钱 这些人 你来到旅行 就跟以前不同 你明明是以前 哇 70年代我们移民来之后 接着有人过来 加拿大街招呼他 对不对 但是到处走 现在没有 现在都很少来到 人家也不想你烦他 我来得坏 我想你这里 休息一下 你不要烦我 温哥话 因为地方相对少 譬如英国 我也知道有些例子 我不敢说 很普遍 因为同声同气 他们 即是年轻的家庭 譬如有一家去了 曼斯斯特也好 利物浦也好 白鸣海也好 甚至伦敦也有 他们搬进一个屋邨里面 因为伦敦 即英国 还有新落城的大型屋邨 即是说 有十几家屋 甚至宅宅 他们搬进去住了 再有他的朋友 他的同行家 或者是同事 搬来的时候 当然是找一些先行者 不要说地头众 问一下意见 他们慢慢聚了 就变成大家买了一堆 就像以前泰高城 美孚那样 可能没有几百家那么厉害 但是十几家到几十家这些小屋邨有很多 他们就有个集办很有趣 就是新移民来 第一天 第一晚一定有人招呼你吃饭 有人招呼你吃饭 然后帮你去租屋 找屋 搅拌一下 他们喜欢住在一起 就变成了整条村 就是那个屋苑 或者用香港的字眼 就变成了香港人 那么好处就是互相照应 因为他之前已经是落地的时候 享受了这个招呼 新来的那些人又一样是这样 第一次住在一起就有很多照应 有很多经验的分享 慢慢形成了一个这样的据点 好像大班说那些 就是这些这样的 我叫群组效应 或者群组文化 你叫大圈 小圈 有大老 但是他们英国那种年轻家庭 依然是一个圈 可能是十几个 可能甚至住在一起 经常见得到 如果不是都在附近 那些小孩可能和一间学校有些 他们慢慢形成了一个 所谓核心的 不是家庭 核心的 组合 群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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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很多话就很难有这些东西 所以变成了 真的 不是的 那时候 如果你现在说我这个摩托街 说什么 我小时候 即是五十年代 大陆的亲戚和朋友来到 都是招呼万策的 是的 是的 即是同一道理 你知道吗 其实我不知 现在香港国 你现在这个摩托街 TN8的节目 是一个香港的电台 我有些事情 不知道怎么能说 我觉得你现在去英国 那帮人 其实有一点是同声同气的 而且有些忠语是相同的 即是 我在那个压年代 都很稳固 那时候大佬人走难来 是吧 你走难来 离香港 大家互相照应 有同村的人 同乡 都是住在一起的 游泳偷到来 去英国那帮人 因为个人都是拿着P&O 所以有些同病相连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那是比较热情的 还有大家真的有个照应的 我想英国那个 我绝对同意 都可以 虽然我没有去过 也会接触过 我可以感受到这件事 嗯 这个就一定有的 来找个话 那些年轻人都有的 我就因为代购 年轻人不会找我 因为老实说 我跟他们没有接触 我都不认识那帮人 19年 2019年 我都不在香港 我没有参与过任何运动 组织 我想那些人 他们自己有个组织的 年轻的那些 比如他们又搞一些 事集 香港节 那些 搞电影欣赏 是啊 他们那些人 都有这个效应 我相信 但是就比英国 没有那么浓厚一点 嗯 因为来这里的人 都有年轻人 很多大洋 不是很多人来温哥 很多人多不多啊 或者Cowcliffe Winnipeg很多的 嗯 因为这个实在 温哥是太贵的 嗯 我刚刚去吃 我刚刚赶着回来 我以为明天才录音 我就出去吃饭 今晚跟老板聊天 现在你找瓜哥 没有可能 一个打工仔 没有可能生活到 在温哥华 就是City of Vancouver 是没有可能 租一个 One bag都28元 拿起来都二千多元 你找四千多元 你找份量 take home pay 可能四千多 你交了一半粥 如果你要开车 更大事 你说两夫妻 就真的 好像我们以前 我这样 就是 餐饭 吃 餐饭 清 所以很多人都要走 要么就去乡下居住 嗯 远远的地方住 要么就搬去特洛山 去Cowcliffe 去多人多 很大 多人多都贵的 但是多人多比较大 嗯 如果温哥华 你直接在温哥华市 现在有很大的问题 出现就请不到人 因为那些人没办法在温哥华居住 找到的钱是没办法 放到住在温哥华 就是老妈跟我说 他以前买些 他说他送这个特洛给我吃 他说你知不知道我以前买一包糖是 不知道七元 现在知不知道十八元 嗯 嗯 接着那些奶又多少钱啊 接着那时候Costco 一百元整个车车出来 现在要三百元才有车 就等于我来说 我那天坐出来温哥华 我25元整个车车 哈哈哈哈 特别是一样 尤其是在这个疫症之后呢 那个inflation很厉害 所以现在温哥华就比较特殊一些 因为比较少人来呢 因为真的没钱 不可以在温哥华居住 工就一直找到做 但是你生活不了 嗯 所以温哥华的情况 有点不同 那又没办法的 就是那些年轻人去到 我现在不是 现在你知道 你们两个都来过温哥华的了 都住过温哥华 你以前那间屋 比如说是独立屋 现在C2开了一条例子 以前就连座位都犯法的 嗯 Basement不是合法的 那些叫In-law Suite 是In-law Suite 叫做阿菲 现在不是 现在政府说 每一间独立屋 如果你建独立屋里面有幅地 那这里温哥华有幅地 City Lot Standard 33尺乘120尺 以前就被你建到七成的 现在说如果你建独立屋 我限你建2000尺 楼面面积 但如果你建四伙人 我给你建4000尺 即是告诉你 他不想你再建独立屋 嗯 这一百更多精彩节目 等着大家 足本重温 声音下载服务 年费1000元 成绩订购支持